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预计将在5月举办的国共论坛目前尚未有进度消息,国民党主席吴敦毅的登入中国申请也未有下文,对于国共论坛会在何时举办?吴敦毅仅表示不确定心头可金。 18,报道,国共论坛原预计于5月下旬在中国召开,但至今尚未有消息,国民党主席吴敦毅的登入中国申请也没有下落。吴敦毅今出席活水清朝及设计大赛,颁奖典礼及记者会,被问及国共论坛筹备状况,吴敦毅仅称预计会参与6月的海峡论坛,相关行程正在规划中, 对于是否已递见申请登入中国,以及是否会在海峡论坛后举办国共论坛的问题,吴敦毅则回应还不确定国共论坛何时举办,并在哈哈哈哈后离去,国民党副主席见秘书长曾永全,则已递见申请出席于6月10日举办的海峡论坛,若申请通过,预计将率团赴下门与会,并会见中国政协主席汪洋。